大家好 我是學長 大家好 我是富咖啡小宇 歡迎來到一影派90秒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來到富咖啡的新店叫做 富咖啡洋館 ok 然後我們今天請小宇哥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這間 花了非常多心血的 一個新的咖啡店裡面呢 對於吧台的一些規劃 好 我們歡迎小宇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做新店的一個吧台規劃的時候 事實上其實針對 就是如果自己在家裡 也想要有建立一個 屬於自己的沖咖啡的地方的時候 也可以剛好給你們一些小建議 讓你們可以在做規劃的時候 可以一併去考慮進去 那首先我們在做吧台規劃的時候 我們要先考慮到的部分 就是水跟電的部分 然後包括水的部分 就是包括洗器具的部分 跟排水的地方 然後包括電的規劃裡面 就是你的器具裡面有 220的電或110的電 這個其實都在規劃的過程之中 必須要跟你的設計師先討論好 那你在規劃的同時的時候 你要先考慮到你自己本身的 沖煮咖啡的器具有哪些 比如說如果你有意識機 那要先了解一下你的意識機 是220的電還是110的電 那一般來講的話 居家都比較不會有所謂的220的電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在騎電的過程中 要先考慮進去 然後包括就是磨豆機的部分 還有一些可能 比如說我們用骰縫啊 或者是煮開水的部分啊 這些部分其實你在拉電的時候 還要考慮到的部分是 包括電壓的承載量 然後包括就是說 盡可能建議不要用延長線去做 很多分階的動作 因為這事實上 我們在比如說包括燒開水 包括意識機 所需要的電壓都會比較高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盡可能就是每一個插座 都是用磚線的部分去做規劃 那水的部分的話 因為有一些住家 他們可能會想要規劃所謂的中島 這樣的一個吧檯 但是通常中島的吧檯啊 就會有一個進水跟排水的問題 那這些進水跟排水的問題啊 是必須在裝潢之前 就要先事先 就是先去考量進去的 否則的話就是你可能 比如說中島做完了以後 你才突然發現說 我要再重新拉所謂的進排水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施工上的一些困難 OK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小雨哥 跟我們大家聊了一些 吧檯規劃的一些小常識 那如果各位想要在自己家裡 弄一個自己的沖煮吧檯的話 就跟小雨哥說了幾個點 水啊電啊 這些部分 盡量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喔 那我們今天190秒就到此為止囉 謝謝小雨哥